第35回 外道师为其正姓 心缘获宝福邪魔 本姓缘名道字通 翻身跳出网罗中 修成变化非容易 练就长生起俗同 轻拙几番随运转 辟开竖节任西东 逍遥万亿年无际 一点神光永住空 此时暗合孙大圣的道庙 他自得了那抹珍宝 拢在绣中洗道 婆婆苦苦用心拿我 成所为水中捞月 老孙若要请你 就好似火上弄冰 藏着葫芦 秘密地溜出门外 现了本相 力声高叫道 精怪开门 旁有小妖道 你又是圣人 赶来吆喝 行者道 快抱于你那老婆婆 无奈 行者孙来也 那小妖急入里报道 带望 门外有个什么 行者孙来了 老摩大惊 老摩大惊道 贤弟不好了 惹动他一窝疯了 黄金绳现拴着孙行者 葫芦里现装着者行孙 怎么又有个什么 行者孙 像是他几个兄弟都来了 二摩道 兄长放心 我这葫芦装下一千人里 我才装了者行孙一个 又怕那什么 行者孙 等我出去看看 一发装来 老摩道 兄弟仔细 你看那二摩 拿着个假葫芦 还向前翻 熊舅舅气昂昂 走出门高呼道 你是哪里人士 敢在此间吆喝 行者道 你认不得我 家居花果山 祖怪水帘洞 只为闹天宫 多时罢征静 如今兴托哉 祈祷从僧用 并叫上雷印 囚禁归绝正 相逢也泼魔 却把神偷弄 还我大唐僧 上西参佛圣 两家霸战争 各守平安静 修惹老孙娇 伤残老性命 那摩道 你且过来 我不与你相打 但我叫你一声 你敢硬 你敢硬吗 行者笑道 你叫我 我就硬了 我若叫你 你可硬吗 那摩道 我叫你 是我有个宝贝葫芦 可以装人 你叫我 却有何物 行者道 我也有个葫芦 那摩道 既有 拿出来我看 行者就于袖中 取出葫芦道 婆魔 你看 晃一晃 腹藏在袖中 恐他来抢 那摩见了大惊道 他葫芦 是哪里来的 怎么就于我的一般 纵是一根藤上结的 也有个大小不同 偏正不一 却怎么一般无二 他便正色叫道 行者孙 你那葫芦 是哪里来的 行者 伪得不知来历 接过口来 就问他一句道 你那葫芦是哪里来的 那摩不知是个见识 直到是句老实言语 就将根本从头说出道 我这葫芦 是混沌初分 天开地辟 有一位太上老祖 解化女娲之名 炼食补天 普就 炎福事件 不到前宫怪地 见一座昆仑山脚下 有一缕仙藤 上接着这个紫金红葫芦 却便是老君留下 道如今者 大圣文言 就抄了他口气道 我的葫芦 也是那里来的 魔头道 怎见得 大圣道 自清灼初开 天不满西北 地不满东南 太上道祖 解化女娲 不玩天缺 行至昆仑山下 有根仙藤 藤结有两个葫芦 我得一个是熊的 你那个却是雌的 那怪道 莫说雌雄 但只装得人的 就是好宝贝 大圣道 你也说得是 我就让你先装 那怪甚喜 急纵身跳江起去 到空中 直着葫芦 叫一声 行哲孙 大圣听得 却就不歇气 连应了八九声 只是不能装去 那么坠江下来 爹族垂胸道 天哪 只说事情不改变了 这样个宝贝 也怕老公 辞见了熊 就不敢装了 行者笑道 你且收起 轮到老孙 该叫你了 急纵金斗 跳起去 将葫芦底朝天 口朝地 照定妖魔 叫声 引脚带王 那怪不敢闭口 只得应了一声 书的装在里面 被行者贴上 太上老君 急急如律令放斥的帖子 心中暗喜道 我的儿 你今日 已来试试心了 他就暗落云头 拿着葫芦 心心念念 只是要救师父 又往莲花洞口而来 那山上 都是些 挖榻不平之路 况他又是个圈盘腿 拐也拐地走着 摇的那葫芦里 咕咕嗦嗦 响声不绝 你到他 怎么便有响声 原来孙大圣 是熬练过的身体 急切化他不得 那怪虽也能 腾云驾雾 不过是些法术 大端是 凡胎未托 到于宝贝里 就化了 行者还不当他 就化了 笑道 我儿子啊 不知是撒尿耶 不知是漱口耶 这是老孙干过的买卖 不等到七八日 化成西枝 我也不接盖来看 忙怎的 有甚要紧 想着我出来的容易 就该千年不看才好 他拿着葫芦 说着话 不觉得到了洞口 把那葫芦摇摇 一发响了 他道 这个像发课的桶子响 道好发课 等老孙发一课 看师父什么时才得出门 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 口里不住的念叨 周易文王 孔子圣人 桃花女先生 鬼谷子先生 那洞里小妖 看见到 带王 获释了 行者孙 把二带王爷爷 装在 葫芦里 发客里 老魔闻得此言 吓得魂飞魄散 骨软金麻 扑得跌倒在地 放声大哭道 贤弟呀 我和你私离上界 转脱凡尘 指望同享荣华 用为山洞之主 怎知为这和尚 赏了你的性命 断无手足之情 满洞群耀 一齐痛哭 猪八戒掉在梁上 听得他一夹子齐哭 忍不住叫道 妖精 你且莫哭 等老猪讲与你听 先来的孙行者 次来的者行孙 后来的行者孙 反复三次 都是我师兄一人 他有七十二变化 唐挪进来 盗了宝贝 装了令地 令地已是死了 不必这等扛丧 快些刷进锅灶 办些香醇蘑菇 茶叶竹笋豆腐面筋 木耳蔬菜 请我师徒们下来 与你令地念卷寿生经 那老摩文言 心中大怒道 只说猪八戒老实 原来慎父老实 他倒做笑话 打趣我 叫小妖 且休举哀 把猪八戒解下来 蒸得稀烂 等我吃饱了 再去拿孙行者报仇 沙僧 沙僧埋怨八戒道 好嘛 我说叫你莫多话 多话的要先蒸吃嘞 那呆子也尽有几分耸惧 旁一小妖道 大王 猪八戒 不好蒸 又有一个妖道 将它皮剥了 就好蒸 八戒慌了道 好蒸好蒸 皮股虽然粗糙 汤滚就烂 眷火眷火 正嚷处 只见前门外 一个小妖报道 行者孙 又骂上门来了 那老摩又大惊道 这丝轻我无人 叫 小的们 且把猪八戒 早就吊起 查一查 还有几件宝贝 管家的小妖道 洞中 还有三件宝贝里 老摩问 是哪三件 管家的道 还有七星剑 芭蕉扇 与镜瓶 老摩道 那瓶子不中用 原是叫人 人硬了就装的 转把个口诀 教了那孙行者 倒把自家兄弟装去了 不用它 放在家里 快将箭于扇子拿来 那管家的 即将两件宝贝 献于老摩 老摩将 芭蕉扇 插在后项衣领 把七星剑 提在手中 又点起大小熏腰 有三百多名 都叫 一个个 捏枪弄棒 理所轮刀 这老摩 却顶亏灌甲 找一两 赤燕燕的丝袍 群妖摆出阵去 要拿孙大圣 那孙大圣 早已知二摩 化在葫芦里面 却将它紧紧 拴扣停荡 撒在腰间 手持着金箍棒 准备厮杀 只见那老妖 红旗招展 跳出门来 却怎声打扮 头上窥鹰 光艳艳 腰间带树 彩霞仙 身穿铠甲 龙鳞气 上罩红袍 烈火燃 圆眼睁开 光彻垫 刚须飘起 乱飞烟 七星宝剑 轻提手 芭蕉扇子 半遮尖 行似流云 离海月 声如霹雳 震山川 微风凛凛 七天降 怒帅群妖 出洞前 那老魔 急令小妖 摆开阵势 骂道 你这猴子 十分无礼 害我兄弟 伤我手足 浊然可恨 行者骂道 你这逃死的怪物 你一个妖精的性命 舍不得 似我师父师弟 连马四个生灵 平白地掉在洞里 我心何人 情理何干 快快地送将出来还我 多多贴些盘费 喜喜欢欢 打发老孙起身 还饶了你这老妖的狗命 那怪 那容分说 举宝剑 劈头就砍 这大圣 使铁棒 举手相迎 这一场 在洞门外 好煞 一 金箍棒 与七星剑 对撞霞光 如闪电 悠悠冷气 逼人寒 荡荡昏云 遮灵焰 那个阶音 手足情 心不放善 这个只为取经僧 毫离不容缓 两家各恨 一般愁 二处美怀 生怒怨 只杀得 天昏地暗 鬼神经 日淡烟农 龙虎战 这个咬牙 错欲定 那个怒目 非金焰 一来一往 成英雄 不住翻腾 棒与剑 这老魔与大圣 战经二十回合 不分胜负 他把那剑烧一指 叫声 小邀其来 那三百余精 一起拥上 把行者围在该心 好大圣 公然无惧 使一条棒 左冲右撞 后底前遮 那小腰都有手段 越打越上 一次 绵续缠身 搂腰扯腿 莫肯退后 大圣慌了 即使个身外身法 将左斜下毫毛 拔了一把 脚碎喷去 赫声叫 变 一根根 都变作行者 你看他 长得是棒 短得轮圈 再小得 没处下手 抱着孤拐 来看筋 把那小腰 都打得 星落云散 齐声喊道 大王啊 事不协议 难以忽哉 满地迎山 皆是孙行者了 背着身外法 把裙摇打退 只撇得老魔 围困中间 赶得东奔西走 出路无门 那魔慌了 将左手 擒着宝剑 右手伸鱼向后 取出芭蕉扇子 往东南 丙丁火 正对离宫 呼啦的一扇子 扇江下来 只见那旧地上 火光燕燕 原来这般宝贝 平白地 扇出火来 那怪物 着实无情 一连扇了 七八扇子 旱天赤地 烈火 飞腾 豪火 那火 不是天上火 不是炉中火 也不是山头火 也不是造敌火 乃是五行中 自然取出的一点 灵光火 这扇 也不是凡间常有之物 也不是人工造就之物 乃是开辟混沌以来 产成的珍宝之物 用此扇 山此火 黄黄叶叶 就如电掣红霄 灼灼灼 却似霞飞 降起 更无一缕青烟 尽是满山赤燕 只烧得 灵上松帆 成火树 牙前百变 做灯笼 那窝中走兽 贪性命 西撞东奔 这林内飞禽 西羽毛 高飞远举 这场神火 飘空辽 只烧得石烂 西干 遍地红 大圣见此恶火 却也心惊胆颤 道声 不好了 我本身可处 毫毛不济 一落这火中 岂不真如 撩毛之意 江身一斗 虽将毫毛收上身来 只将一根变作假身子 避火逃灾 他的针身 撵着避火绝 纵金斗 跳江起去 脱离了大火之中 静奔他莲花洞里 想着要救师父 急到门前 把云头按落 又见那洞门外 有百十个小妖 都破头折脚 肉占皮开 原来都是他分身法 打伤了的 都在这里生生唤唤 忍疼而立 大圣 大圣见了 按不住恶性凶丸 抡起铁棒 一路打将进去 可怜把那 苦练人身的功果戏 依然是块旧皮毛 那大圣 那大圣打绝了小妖 撞入洞里 要接师父 又见那内面 有火光艳艳 吓得他手慌脚忙道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这火从后门口烧起来 老孙却难救师父也 正耸聚处 仔细看时 呀 原来不是火光 却是一道金光 他证了姓 罢里视之 乃杨之玉镜瓶放光 却自心中欢喜道 好宝贝耶 这瓶子 曾是那小妖 拿在山上放光 老孙得了 不想那怪 又付搜去 今日藏在这里 原来也放光 你看他 弃了这瓶子 喜喜欢欢 且不救师父 急抽身往洞外而走 才出门 只见那妖魔提着宝剑 拿着扇子 从南而来 孙大圣回避不及 被那老魔举剑 劈头就砍 大圣急纵金斗云 跳江起去 无影无踪地 逃了不提 却说那怪 到得门口 但见诗横满地 就是他手下的群精 慌得仰天长叹 止不住放声大哭道 苦哉痛哉 有诗为证 诗曰 可恨原乖 马列丸 灵台拖转 将陈凡 只因错念 离天阙 致使忘形 落此山 红艳诗群 情怯怯 腰病角足 泪缠缠 何时涅满 开言锁 返本还原 上欲观 那老魔残皇不已 一步一生 哭入洞内 只见那食物家伙俱在 只落得静悄悄 没个人行 悲怯怯 欲加凄惨 独自个儿 坐在洞中 踏伏在那十岸之上 将宝剑 携以岸边 把扇子插于肩后 昏昏默默睡着了 这正是 人逢喜事 精神爽 魅上心来 磕睡多 话说 孙大圣 拨转金斗云 助力山前 想着要救师父 把那镜瓶 劳扣腰间 静来动口打探 见那门开两扇 静悄悄地 不闻消耗 随即轻轻一步 潜入里边 只见那魔 血已失岸 呼呼睡着 芭蕉扇退出金衣 半盖着脑后 七星剑 还血已岸边 却被他 轻轻地走上前 拔了扇子 急回头 呼的一声 跑江出去 原来这扇柄 挂着那怪的头发 早惊醒他 抬头看时 是孙行者偷了 急慌忙直见来赶 那大圣 那大圣 那大圣早已跳出门前 将扇子撒在腰间 双手轮开银行 这一场好杀 这一场好杀 脑壞颇腰亡 怒发冲观志 恨不过抓来 胡论吞 难解 心头气 恶口骂 胡孙 你老大江人戏 上我若干生 还来偷宝贝 这场绝不容 定见存王纪 大圣贺妖魔 你好不知趣 徒弟要与老孙征 雷乱焉能 积十岁 宝剑来 铁棒去 两家更不留人意 一番二妇读书营 三转四回 诗五意 盖位屈经僧 灵山参佛位 指令金火 不相投 五行拨乱 伤何气 扬威要武 先神通 走时飞杀 弄本事 交锋渐渐 日将不 魔头力切 先回避 那老魔 与大圣 占经三四十河 天将玩意 底底不住 拜下阵来 竟往西南上 投奔压龙洞 去不提 这大圣 才暗落云头 闯入莲花洞里 接下唐僧宇 八戒 沙河上来 他三人 托得灾威 谢了行者 却问 妖魔哪里去了 行者道 二魔 已装在葫芦里 想是这会 自己化了 大魔 才然一阵战败 往西南 压龙山去气 盖洞小妖 被老孙 分身法 打死一半 还有些 败残回的 又被老孙杀绝 方才得入此处 解放你们 唐僧 谢之不尽道 徒弟呀 多亏你 受了劳苦 行者笑道 诚然劳苦 你们还只是 吊着兽藤 我老孙再不曾 住脚 比吉地铺的 铺兵还甚 反复里外 奔波无矣 因是偷了他的宝贝 方能平退妖魔 猪八戒道 师兄 你把那葫芦 拿出来 与我们看看 只怕那二魔 已化了也 大圣先将 净瓶解下 又将金绳 与扇子取出 然后把葫芦 拿在手道 默看默看 他先曾装了老孙 被老孙束口 哄得他 扬开盖子 老孙 方得走了 我等 切莫切盖 只怕 他也会 弄轩走了 师徒们 喜喜欢欢 将他那洞中的米面菜书寻出 稍刷了锅灶 安排些素斋吃了 饱餐一顿 安寝洞中 一夜无辞 早又天晓 却说那老孙 镜头 压龙山 汇聚了 大小女怪 被炎 打杀母亲 装了兄弟 绝灭 妖兵 偷遍宝贝之事 众女怪 一起大哭 哀痛多时道 你等 且修凄惨 我身边 还有这口七星剑 与惠儒等女兵 都去压龙山后 会借外家亲戚 断药拿住那孙行者报仇 说不了 有门外小妖报道 大望 山后老舅爷 率领若干兵族来也 老摩文言 急换了高速校服 躬身迎接 原来那老舅爷 是他母亲之地 名唤胡阿七代王 因文德 少山的妖兵报道 他姐姐被孙行者打死 家便解刑 到了外甥宝贝 连日在平顶山聚敌 他却率本栋妖兵 二百余名 特来助阵 故此 新龙家姐问信 才进门 见老摩挂了校服 二人大哭 哭久 老摩拜下 被言前世 那阿七大怒 急命老摩 换了校服 提了宝剑 进点女妖 合同一处 纵风云 尽头东北而来 这大圣 却叫沙僧 整顿早斋 吃了走路 呼听得风声 走出门看 乃是一伙妖兵 自西南 自西南上来 行者大惊 急抽身 忙乎八戒道 兄弟 妖精又请救兵来也 三藏文言 惊恐失色道 徒弟 似此如何 行者笑道 放心 放心 把他这宝贝 都拿来与我 大圣 将葫芦 镜瓶 系在腰间 金绳 笼于袖内 芭蕉扇 插在肩后 双手抡着铁棒 叫沙僧保守师傅 稳坐洞中 捉八戒直钉爬 同出洞外迎敌 那怪物摆开阵势 只见当头的是阿七代王 他生得玉面常然 刚没刀儿 头戴金链盔 身穿锁子甲 手之方天脊 高盛骂道 我把你个大胆的泼猴 怎敢这等欺人 偷了宝贝 伤了眷族 杀了妖兵 还敢九占洞府 敢早一个个引颈受死 许我佳节之仇 行者骂道 你这伙作死的矛团 不使你孙外公的手段 不要走 领无一棒 那怪物侧身躲过 使方天脊披面来迎 两个在山头一来一往 战境三四回合 那怪力软 败阵回走 行者赶来 却被老魔接住 又斗了三合 只见那胡阿七 傅转来攻 这碧香八戒见了 急撤九尺爬挡住 一个抵一个 战经多时 不分胜败 那老魔喝了一声 重要兵 一起围上 去说那三藏 坐在莲花洞里 听得喊声阵地 便叫 杀和尚 你出去看你师兄 胜负何如 沙僧国举降妖杖出来 贺一声 壮将出去 打退群妖 阿七见世事不利 回头就走 被八戒赶上 找背后一爬 就住得 九点心红往外帽 可怜一灵真性赴前程 急脱来 拨了衣服看处 原来也是个狐狸精 那老魔尽伤了他老舅 丢了行者 提宝剑 救披八戒 八戒是爬架住 正堵斗间 沙僧撞进前来 举仗便打 那怪滴滴不住 纵风云 往南逃走 八戒沙僧紧赶来 大圣见了 急纵云 跳在空中 接下镜瓶 照定老魔 叫声 紧脚带王 那怪直到是 自家拜残的小妖呼叫 就回头应了一声 搜得装将进去 被行者 贴上 太上老君 积极如律令 放斥的帖子 只见那七星剑 坠落尘埃 也归了行者 八戒迎着道 哥哥 宝剑你得了 精怪何在 行者笑道 了啦 已装在我这瓶里也 沙僧听说 与八戒 十分欢喜 当时 通扫静珠邪 回至洞里 与三藏抱喜道 山以静 腰已无矣 请师父上马走路 三藏喜不自生 师徒们吃了早斋 收拾了行李马匹 奔西找路 正行处 猛进路旁 闪出一个骨折 走上前 扯住三藏马 道 和尚 哪里去 还我宝贝来 八戒大惊道 罢了 这是老妖 来逃宝贝了 行者仔细观看 原来是太上 李老君 慌得进前 师礼道 老官 哪里去 那老祖 急上 玉举宝座 九霄空里 助力 叫 孙行者 还我宝贝 大圣 祈祷空中 道 什么宝贝 老君道 葫芦是我承担的 净瓶是我承水的 宝剑是我练魔的 扇子是我扇火的 绳子是我一根 勒婆的带 那两个怪 一个是我砍金炉的 童子 一个是我砍银炉的 童子 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 走下借来 正无密处 却是拟金拿住 得了功绩 大圣道 你这老官 着实无礼 纵放家属为邪 该问个 前述不严的罪名 老君道 不敢我事 不可错怪了人 此乃海上菩萨 问我戒了三次 送他再次托化妖魔 看你师徒 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大圣文言 心中作念道 这菩萨也老大悖了 当时解脱老孙 叫报唐僧 西去取经 我说路途 尖色难行 他曾许我 到疾难处 亲来相救 如今 凡是惊邪恨害 欲言不地 该他一事无夫 若不是老官亲来 我绝不与他 既是你这等说 拿去吧 那老君收得五件宝贝 揭开葫芦 与镜瓶盖口 道出两股仙气 用手一指 仍化为金银二童子 相随左右 只见那霞光万道 亦 飘渺同归都率愿 逍遥直上大罗天 毕竟不知此后又有甚事 孙大圣怎生保护唐僧 几时得到西天 且听下回分解